《寻慧生》 《寻慧生》并称为京剧四大名单 不过就如同他曲折的人生一般 寻慧生的婚姻也经历过不少波折 那时候寻慧生出师不久 便在演出中遇到了京剧大家吴彩霞的女儿吴小夏 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开始交往起来 不过此时的寻慧生还只是个唱帮子的小青年 吴彩霞根本看不上他 所以并不同意女儿跟他在一起 但寻慧生深爱着吴小夏 便三番四次向吴彩霞提亲 出乎他意料的是 吴彩霞拒绝过几次后竟然答应了 寻慧生欢心怯悦 以为自己终于能和心爱的人厮守终生 却不知一场变故正悄然降临 成亲当天 寻慧生应付完一众宾客回到新房 掀开新娘的红盖头后 才发现新娘并不是吴小夏 而是吴小夏的姑姑吴春生 原来吴彩霞从一开始 就没想将女儿嫁给寻慧生 他答应这门亲事后 便计划要棒打鸳鸯 用妹妹吴春生调包女儿 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 寻慧老朴实的吴春生打动了寻慧生 两人最终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未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服务人能过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吕布即可观看